油价讯息 但你看到日前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伊朗重启制裁 再加上其实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 导致油价一路飙涨 不过最新传出来 沙烏地阿拉伯为了要抑制油价高涨 将会在下个礼拜五 礼拜六将登场的OPEC会议当中 提议放宽减产限制 他们更以行动来证明决心 宣称五月份的产出 已经增加到一千万桶 创下近几个月来的新高 最后分析指出 这回沙烏地阿拉伯会急着想要压低油价 就是遭到美国老大哥的施压 希望他们能够增产 来抵消沙伊朗的 在这里重启制裁的冲击 确保油价不会暴涨 除了沙国想要增产取悦美国之外 俄罗斯也是支持放宽减产限制 并且提高产能 但是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不满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OPEC增产让原油的闲置产能 还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 如果未来没有闲置产能 能够当缓冲的话 任何的地缘政治风险 都有可能让油价一夕之间 突然飙涨